强生一时的蒙古帝国是如何被内部分裂的? 公元1189年,当二十八岁的铁木珍被二十一个不足尊魏克含时,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事业会做到多大,一不留神,就打下了一个横跨东西方的帝国世界, 然后给后代留下一个永久性的难题,一个由游牧民族统治的,以农耕民族为主体的蒙元帝国,如何长治久安? 蒙古帝国版图这个难题相当致命,因为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,一个搭帐篷,一个盖房屋,一个文字初创,一个文明以人争侠位,一个崇尚武力征服世界,一个恪守儒家礼仪本分, 而在政治经济体制上,整个蒙元帝国,几乎呈现出的是一个二元病例,或者对立的世界。 成吉思汗有一个例子可用你说明,在成吉思汗的时代,有四个用帐篷群构成的后宫,叫四大沃尔朵,成吉思汗到哪个沃尔朵,就在哪办公,可谓移动的首都, 1229年,窝获台即位后,决定修建一个,不可移动的沃尔朵,这就是蒙古人的第一个首都哈拉荷林。 哈拉荷林里不仅有宫殿,也有被王侯贵族盖的宅邸,但是蒙古人不去住,而是在城墙边搭起帐篷,住帐篷还是房屋, 看似一种生活方式,但实际上代表着的是固守本民族传统,还是接受新生活的两种态度, 它犹如一种象征何欲市,住帐篷的帐篷党,何如房屋的房屋党的水火不容, 也昭告着蒙古人有此往后的派系之争,即使坚持蒙古传统才是汉话。 蒙古汉这话似乎有点危言耸听,但实际情形是,矛盾和分力来得不可思议的快, 仅仅到成吉思汗的孙子这一带,冲突已然爆发,先是克汗蒙古和皇帝忽必烈, 而后是忽必烈和他的弟弟阿里布格,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,最后竟然因此而拔刀相见, 而这个时间从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算起,到蒙哥继位的1251年,仅仅24年, 兄弟不和看似与争夺皇位有关,而实则是执政理念的不同。 根据原始所记,蒙哥被宣传是成吉思汗传统的化身, 一位唯一不屈不挠客手杂萨蒙古法列规范的人,主张遵祖宗之法,不倒习他国所为, 而忽必烈呢,却被认为是个汉人迷,在他还是宗盲时,招纳的幕了就大多是汉人, 比如海云和尚、刘炳中、姚书、赵碧,这一幕府的存在,似乎就是在促使蒙古人汉化。 忽必烈忽必烈最初让蒙哥不爽的时事出征云南, 姚书建议,看得以安抚第一,在儒家的治国理念里, 安定民心比什么都重要,因此要尽量的不杀人, 即便大美国拒绝投降,也不屠成, 但是在以多杀人未容的蒙古人看来,这种想法匪夷所思。 蒙哥即位后,他的三个弟弟犹如他的三驾马车, 忽必烈负责管理漠南汉的, 序列物负责征服西方,阿里布格坚守哈拉河林, 管理汉的,忽必烈用的是由汉人组成的官员队伍, 用的也是汉人的方法。 他在河南,金兆金陕西,和行州金河北进行一系列改革, 计划在这些地区重新建立中国模式的政府, 复苏经济,忽必烈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, 然而这却引起蒙哥的猜忌, 他怀疑他的兄弟试图在其领地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基础, 并借此对汉卫发起挑战。 一二五七年,蒙哥忽然对京兆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调查, 调查组查封了大批行政档案, 罢免忽必烈任命的官员, 又处死了一批属下, 情形似乎要一级到忽必烈了, 这时姚书出了一个主意, 到哈拉河林去见蒙哥吧, 重申对大汉的忠诚, 并请求原谅, 于是蒙哥宽恕了忽必烈,兄弟和解。 渡过危机的忽必烈, 三年后就迎来了自己的天下, 他以自己多年在汉地经营的政治经济基础, 如疾风扫落叶般的, 摧毁了与他争议的阿里伯格, 然后大刀阔斧地实施新政。 蒙古帝国版图登上地位的忽必烈似乎可以放开手脚了, 但事实并不如此, 虽然为了成为中国好皇帝, 他已经做得够好了, 几乎采纳了毛尘刘炳中的所有建议, 除了恢复科举, 不恢复科举, 是因为他并不想全面汉化, 也不能够全面汉化, 因为那样的话, 他的各级行政机构就会被汉人吞没。 枯毙烈也并不完全依赖汉人, 他把财政交给色穆人, 把军事委托给蒙古人, 在政治制度的构架里, 他还不得不屈从于蒙古人的一个基本原则, 帝国是所有成吉斯汗子孙的共同财富, 他们享有世袭的军政经济特权, 社交家产分分制, 于是忽必烈奠定的蒙元帝国, 是一个蒙汉混合物, 这个混合物在他执政的头二十年强大而冷定, 但到他年老时, 就四处漏狱了, 等到他离去, 蒙汉之争, 竟成为分裂和破坏这个国家的主要力量, 亲蒙派与亲汉派轮番上台, 每隔三五年, 就要上演一出夺位大剧。 十三四世纪的蒙古人认同一个使命, 蒙古人要征服, 统治全世界, 但遗憾的是, 他们却没有能力统合全世界, 于是, 成吉斯汗给子孙留下了一个伟大的遗产, 却也是一个致命的遗产, 他们造就了黄金家族的强大, 却也给家族内部埋下了嫌隙的种子。